接著來關心新北市的這起槍擊案 現在被認為是不是有高人指點呢 因為先是在4月20號這一天 在當鋪瘋狂的掃射了51槍 但是其實這個掃射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再來看到的是同樣的地點也發生過槍擊案 時間就在10天之前 可以看到另外一名少年槍手到了同一個當鋪 是拿空氣槍也開了3槍 所以警方在今天的凌晨 就逮捕到了珠型少年槍手在內 總共3個人 他們都是少年 槍手自稱是紅人會成員 因為朋友的女友遭到當鋪員工搭訕 才會持空氣槍 連開3槍報復 但一連兩件槍擊之間的關聯何在 現在傳出警方破獲的製毒工廠 可能跟紅人會有關 現在是不是雙方談不攏引發衝突 還要幕後來追凶 紅色轎車緩慢行駛 還把車門打開 一旁黑衣男小跑步迅速開完 槍後就跑回車上揚長而去 日前遭到掃射五十一槍的新北市土城 這間當鋪早在十號就曾經遭到槍擊 穿著黑色外套 頭滴滴 他就是朱姓少年槍手 幫忙接應的駕駛 還有在副駕錄影的同伙 也通通被警方逮捕 朱姓少年自稱是紅人會成員 到案後還攻撐 是因為兄弟的女朋友在夜市 被盪鋪員工搭訕 才會持空氣槍連開三槍保護 通姦盪鋪二十號也被另一名槍手 瘋狂掃射五十一槍 嫌犯頂住槍支後座力 還從容換彈匣動作相當熟練 槍手阿嬤認為孫子是被毒品控制 為了意氣開槍 而衝突起因 也爆出 不排除跟幫派毒品糾紛有關 基隆地檢署日前破獲新北宜蘭 季毒工廠傳出這批毒品 原本是紅人會要交貨給華山幫 但華山幫不肯幫忙 承擔損失才會埋下衝突導火線 警方表示到底有沒有關聯 還要查證 但新北市連續發生槍擊案 警察局長在此宣誓 為了私人糾紛 當街大膽開槍 根本沒把公權力放在眼裡 警方強調雖然嫌犯已經落網 但並不等於結案絕對追出幕後集團 華視新聞 旁邊宣傳的紅知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燕銘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